为了减轻预业负担 台中市府7年前订定了居家式托育服务收退费基准 而这一项收费标准其实是102年的定价 市议员郑公敬在议事堂上就为托育人员请命 10年来未调整地板价为12000元是全国最低 希望市府能够考量物价创造更优质的托育环境 居家托育环境让抱抱可以就像在家心情更放松 但近来有民众向市议员郑公敬反映 找不到保姆原因是市府订定的托育费太低 合格保姆不想再收托 台湾台中市顶松架 郑公敬强调近来物价飞涨但市府7年前订定的居家式托育服务收退费基准 是102年的定价 也就是说居家托育保姆收费10年来未调整 副食品每个月只能收取1000元 只以孩子能吃的好吗 而日托地板价每月12000元是全国最低 全日托22500元换算下来一天只有750元 难怪保姆不想带小孩 要求市府要考量物价创造双赢 这怎么想要给你们带 对吗 一天725 24点钟 一点钟才31块 现在要去找年价老公 一点钟31块 带一个孩子 所以说这种实心 导致说我们的保姆学会 吃的人不需要给你们接 全日托 会考虑到这三方面 第一个考虑到这些辛苦的保姆 那也要考虑到家长的 他本身的支付的经济状况 也要考虑到整个台湾地区 每个县市 他本身的一个价格制定 所以会综合考量 社会局表示 托育费用价格调整 采个案审议方式 以价格与品质辅导两个方向 逐年调整托育费 500元到1000元不等